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 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分歧,香港就无法实现团结 李家超新投资激励措施提升了家族办公室的吸引力 香港房地产价格下跌,可能有助于年轻夫妇寻找住房 请大家收看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分歧,香港就无法实现团结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政策演说中宣布 每个新生儿将获得2.55万港元 约翰3200美元的现金奖金 并放宽已实施了10年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然而,他在节语中提到的 某些香港人心怀的消极情绪 让好人们感到沮丧的言论引起了批评 这种分裂性的言论被批评为创造了一种 我们对他们的言论,削弱了政府对团结和团结的呼吁 黄康明在决赛中失利,预计进入ATP前300名 南华早报 香港网球选手黄泽林连续第二次在ATP挑战赛决赛中失利 这位19岁的选手在巴塞罗纳的拉法、纳达尔学院接受训练 他在澳洲的普莱福德赛事中输给了詹姆斯、达克沃斯 尽管失败,黄泽林下周将进入世界排名前300名 他在10月23日的ATP排名中已经上升了116位 黄泽林的进攻能力受到球迷的赞赏 尽管达克沃斯的速度和利用对手的节奏对抗他的能力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斯洛伐克准备在赛斯诺克杯中结束令人沮丧的连败记录 悉尼先驱晨报 星期一在纽卡斯尔赛事上 有能力的母马Silverkir被期望能赢得Cessna Cup 由Brad Whittup训练的Silverkir在最近的比赛中展现出潜力 并且作为一匹四岁的马 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他的赛马生涯中只有14场比赛 预计Silverkir能在2100米的赛事中超越他年长的对手 预计赛道条件将是有利的 评级未软6 有可能进一步改善未软5 香港房地产价格下跌 可能有助于年轻夫妇寻找住房 南华早报 根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说法 过去两年香港房地产价格的下降 可能使年轻夫妇更容易购买他们的第一套房屋 他表示 房地产价格在2021年9月至今年同月之间下降了17% 只要不危及城市的财政稳定 市场应该决定住房的价格 然而 陈茂波承认房地产仍然昂贵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负担不起的 并表示当局提供更多的政府补贴房屋非常重要 香港将迎来一个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发行专注于沙特阿拉伯的股票 南华早报 香港投资者将能够通过新推出的ETF投资沙特阿拉伯公司 这个基金将由华夏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专注于利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家市值最高的公司 包括阿美公司 随着沙特阿拉伯寻求实现经济多元化 这个ETF的推出政治时机 英国可能成为全球清算的关键点 英国每日电讯 汇丰银行行常诺埃尔 奎因警告称 随着政府债务持续增加 将出现一场全球清算 全球经济增长过慢 无法应对政府债务增长的速度 全球GDP预计今年只会增长3% 到2024年将下降至2.9% 远低于2000年至2019年的全球平均增长率3.8% 通胀和相关的利率上升阻碍了疫情后的反弹 随着央行利率上升 政府借款成本也上升 美国主权债券收益率已达到5% 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30年其国债收益率 也达到了25年来的最高水平5.2% 西方国家似乎陷入了高债务 高税收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循环 使得难以摆脱 奎因认为 可能推动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升 并引发财政和金融混乱的临界点 可能是欧元区 该地区经济增长缓慢 且累积了大量政府债务 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 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 金融时报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9月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同比下降34% 这是自2014年月度数据 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自5月份以来 FDI一直在持续下降 每个月都录的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 FDI的下降与中国在疫情期间 经历的外国投资繁荣形成对比 FDI的皮若增加了北京和地方政府 在寻求应对经济放缓时所面临的压力 印度的影响者 以色列的长期战争 亚洲周日简报 彭博社 本文提供了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摘要 其中包括美国 英国和日本的央行会议 印度股市监管机构与未注册顾问之间的争议 印度的精英英国学校试图吸引富裕家长 中国恒代在香港的听证会 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 以及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 文章还提到了美国盈利 既对全球投资情绪的影响 西澳大利亚洲皮尔巴拉地区命运的潜在变化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考虑 以及南非在橄榄球世界杯中的胜利 BOJ政策会议 香港金融科技州 澳洲总理访华 日经亚洲 预计日本银行将在本周公布其货币政策决定 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维持在每美元150日元左右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伊布拉新将访问新加坡 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将前往北京 这是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香港将举办其标志性的金融科技州 重点关注如何适应web3.0 并开放零售加密货币投资 病毒将推出一个新的进口管理系统 以监控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运输 中国大陆的就业中介以高价向香港提供洗碗工作的机会 南华早报 在中国大陆 招聘代理商向求职者收取高达25000元人民币 3410美元的费用 以获得在香港的洗碗工作 尽管两岸都有严格的工作签证程序 最近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 洗碗工在香港的招聘广告有所增加 然而 这些广告的工作描述模糊 对雇主的餐厅信息也值之甚少 今年迄今为止 香港当局已经逮捕了927名非法工人 高于2020年全年的886人 李家超新投资激励措施提升了家族办公室的吸引力 南华早报 据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财富管理部门首席执行官阿诺 泰利也表示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的新投资激励措施 提升了香港作为家族办公室区域中心的吸引力 这项针对富裕个人及其家庭的投资移民计划 将为在本地股票或其他资产上至少投资3000万港元 380万美元 等人提供快速居留权 政府目标是到2025年吸引200个新的家族办公室来到香港 中国设计的太阳能电池有望改变可再生能源 南华早报 中国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其转换效率为25.6% 在65摄氏度下运行1200小时后 其初使效率保持90% 根据《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香港城市大学的团队使用了一个三维结构的自组装单分子层 SAM介面层 该层被固定在稳定的氧化涅薄膜上 以提高电池的寿命性能和能量转换能力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技术具有商业化的重大潜力 与曼联传奇人物查尔顿会面后 香港足球明星赶到目瞪口呆 南华早报 上周去世的曼联传奇球星报比 查尔顿将在周日的曼彻斯特德比赛前 享有一分钟的掌声致敬 一位受到查尔顿启发的年轻球员向他致敬 他表示当他第一次在训练场看到查尔顿时 对他一无所知 然而 当他看到学院大楼墙上挂满了查尔顿的照片时 他才意识到他是谁 并对他受到的尊重感到惊讶 这位球员对查尔顿经常询问他的家人感到震撼 并形容他是一个好人 美国对ESG的争论不会阻碍全球朝着更多报告的趋势发展 CFA协会 南华早报 美国对于环境 社会和治理 ESG 绩效披露及其在投资决策中的考虑存在党派分歧 但这不会阻碍全球对于更多ESG披露和考虑的趋势 华盛顿特区的CFA协会研究 倡议和标准主管保罗 安德鲁斯表示 安德鲁斯 安德鲁斯补充说 虽然一些美国州反对ESG披露 但更多的披露和资源正在投入绿色能源一程 安德鲁斯表示 一些案例表明 禁止考虑ESG或可持续性问题的州的养老基金表现 不如那些考虑了这些问题的基金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摘要 从香港政策到体育赛市再到国际经济 各个领域都有新鲜的动态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提供一些深入分析和我的观点 首先 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了一系列政策 引起了许多关注和评论 他提到了一些香港人的消极情绪 这引起了批评 我认为 这种分裂性的言论并不有助于香港的团结和和谐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分歧 尊重不同的观点 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黄泽林在ATP挑战赛中的表现 虽然他在决赛中失利 但他的进攻能力受到了球迷的赞赏 达克沃斯的速度和利用对手节奏的能力 被证明对抗黄泽林的能力是决定性的 这个比赛不仅是对黄泽林个人的挑战 也是对香港网球的挑战 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年轻选手的成长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训练和赛事机会 此外 香港房地产价格的下跌 被认为有助于年轻夫妇寻找住房 根据财政司司长的说法 过去两年香港房地产价格下跌了17% 这对于那些想要买房的年轻夫妇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 房地产仍然昂贵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负担不起的 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政府补贴房屋 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此外 香港将推出一个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专注于沙特阿拉伯的股票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表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增强 随着沙特阿拉伯寻求实现经济多元化 这个ETF的推出政治时机 这也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选择 对于那些对沙特阿拉伯市场感兴趣的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最后 我们谈到了全球经济的一些挑战和压力 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债务 高税收和经济增长缓慢 使得难以摆脱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也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压力 然而 我们应该保持乐观 并寻找机会 全球经济的增长可能放缓 但新兴市场和创新领域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闻摘要和分析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喜欢这些内容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以前全是出现机简报 已经顾往队 现在远不到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